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 请考报道 曹庆泽说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国务院第四次反腐败工作会议之后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查处了一批有影响的违法违纪案件 交通 邮电 公安 铁道等十个部门去年共结案两万两千多件 曹庆泽强调 查办案件工作是从严治党严肃直计 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重要措施 他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纪检组监察局 要进一步扩大案件线索 主动发现和揭露问题 要坚决克服部门保护主义 对瞒案不报 押案不办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 江苏省纪委监察厅和交通部纪检组监察局等六个单位 在会上介绍了办案工作经验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今天下午 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领导人 和部分五党派人士来到北京西客栈 参观了全国铁路85改革与发展成果展览 展览展出了85期间 我国铁路在机制改革 设施建设 铁路运输等各方面的成就 85是建国以来 我国铁路建设投资最多 建设规模最大 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 总计完成基建投资1081亿元 铺轨11181公里 分别是75的3.4倍和2.2倍 85期间 京九铁路全线铺通 保中线建成通车 南昆铁路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 雷杰琼 王光英 程思远 吴杰平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 钱伟长 万国泉参观了展览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江苏 黑龙江 广西 湖北等省区公安机关 在严打斗争中突破一批大药案 请看报道 4月7号 在南京市新街口新华书店行凶抢劫 打伤该店会计高募的作案嫌疑人魏某 畏罪潜逃 影响极大 严打斗争中 南京市公安局把魏某列为重点目标 在获悉魏某藏身于安徽楚州后 追捕小组迅速出击 将作案嫌疑人魏某擒获 安徽省委书记陈焕尤等领导 再次深入一线检查严打工作 鼓励干警们再接再厉 确保严打斗争 打出声威 打出成效 黑龙江省各机关机关集中开展 收缴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专项斗争 取得了显著效果 近年来 少数不法分子非法从事 制犯枪支管制刀具的违法犯罪活动 大量的猎枪 口径枪 钢珠枪 催泪枪 电击枪等流入社会 危害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这些问题 黑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了 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爆炸物品的通告 公安机关对收缴的非法枪支进行了集中销毁 省委书记岳其峰省长田凤山多次深入第一线 检查指导慰问干警 这次专项斗争 全省共收缴非法枪支9000多支 管制刀具2万多把 全省射枪犯罪大幅度下降 群众安全感显著提高 广西警方采取行动 打掉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团伙 抓获作案嫌疑人14名 这个以陈石堡为首的 及打砸强堵于一体的犯罪团伙 横行相礼滥伤无辜 无恶不作 先后有30多人被他们打伤 其中5人致残 为了进一步推动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 自治区党委书记赵福林 深入严打第一线指挥作战 鼓励广大公安干警 在严打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湖北省官机关在深化严打斗争的同时 大力查禁和收缴非法枪支 严格枪支管理制度 查获了一批非法枪支管制刀具 为社会安定消除了极大的隐患 为了进一步推动严打斗争的深入 湖北省委书记贾智杰赴第一线指挥督导 并检查了三峡库区的严打工作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广电部电影局今天在北京召开 努力推出精品繁荣电影创作座谈会 部分在京的电影艺术家评论家 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就如何进一步提高国产影片质量 多出精品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 95年的中国电影是较有成绩的一年 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占了较大比重 很多影片在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的统一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今后电影创作要更加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 贴近人民 尤其是欧哥 现代英雄 弘扬主旋律的影片 在创作上应该更加注重艺术性 在抓好创作 发行 放映 以及影评工作的同时 要大力培育电影市场 以使优秀国产影片 获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全国省级广播电台台长会议 5月15号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 会上着重研讨了 如何进一步发挥系统优势 精办节目 提高广播宣传质量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等问题 请看报道 A340-300是世界上第二大航空中客车公司 1995年生产的全新远程客机 飞机航程最大可达13300公里 最多载运300座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宽体客机之一 今天接受的飞机是上海东方航空公司 订购的8架A340飞机中的第一架 这是中央台和上海台报道 80年代末期 美国准备用77颗卫星 来完成覆盖全球的通信计划 后来经过精确计算认为 用66颗卫星就能满足要求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作为主承包者 在全球范围招标发射一星 1993年 我国长城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 正式签署了投资和发射的合同 中方将连续7年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美方的22颗一星 今年3月 中方第二次为美方发射一星的准备工作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紧张地进行 与此同时 为这次发射提供支持的中国航天操控网 也在有序地准备着 这个小山坡的车辆和设备 几个月前就悄悄地停在这儿了 当地的村民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这是一支干什么的部队 从外表上看 这里多半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民用的大客车 只不过从车里车外 接上了许多的电缆和导线 这个车可不是老百姓装的一般的 这个普通的大小车 我们这个叫特整公众车 这是专门设计的 这个由汽车车辆厂专门设计 这个上面都装了我们国家 目前现有的最现代化的电子车辆设备 这个光车体的造价在 这个本身这个车体部算里面的设备 在30万左右吧 当然里面的设备 有些接着上千万了 所以你们行军的时候 还是格外小心 行军的时候就是格外小心 你们在铁路行军 你们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呢 这个是二级专列 二级专列 二级专列的意思就是 到了各个站以后 这个地方公安部门 都要我们进行保卫的 这个 这个是铁道部就规定的 级别最高的是一级专列 这个我们是二级 这一趟二级专列发自西北某地的大本营 这支特殊的车队之所以叫活动站 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需要的任何地区部站 来完成对卫星火箭及飞行器的测量控制 这次他们从西北来海南 就是为发射美国的一星提供测量数据 对 这个叫天线 虚程也叫锅 他们一般农村也叫锅 这个是属于这个 这个真的是属于一个眼睛 它 你刚才说它是个眼睛 它来看什么呢 它这个就是看这个卫星的这个 外部的位置 这个卫星你要打一个弹道嘛 它这个飞行起来以后 我这个要确定这个卫星的这个位置的话 它主要就是这个一个是距离 一个距离呢就是这个 你这个卫星力 我这个现在这个测量这个点 这个距离是多少 再一个就是这个方位 一般它弄这个指的方位 是洞北为这个为零点 方位 那么它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小天线 它的作用距离是多远 这个作用距离是1000公里 它用的20是1000公里 发射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一天 但这并没有使活动测量弹的技术人员感到宽松 它们要使雷达能够精确地捕捉到目标 就必须不断地反复认真的练习捕捉模拟的目标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你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卫星测控任务了 参加过两次 那么你看过火箭在阵地上发射的那种场面吗 没有 那么你觉得你是搞卫星测控 搞这个气象 你连发射都没看过 你觉得你这个小气象 也和那个发射 比起来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 因为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说干的事情不一样嘛 就是说